最近中国女排正在辛苦集训备战,与此同时,很多球迷都非常关注朱婷的一举一动。 此前有香港的朋友透露,朱婷正在香港做康复检查,而且从照片来看,她的右手腕已经没有缠绷带,各方面的细节似乎都在告诉外界,朱婷正在有条不紊做好回归球队的准备。 而就在最近,央视体育又给中国女排球迷送上朱婷的好消息,令人振奋不已。 据央视体育报道,就在最近斯坎迪奇恰逢十周年重大的日子,他们球队官微特意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海报庆祝。 其中,朱婷非常荣幸亮相斯坎迪奇十周年的海报,处于一个非常显眼重要的位置,看得出来斯坎迪奇女排非常重视朱婷。 这也意味着,下个赛季,朱婷会继续以主力的身份,出战斯坎迪奇的相关比赛,为他们的球队创造更加厉害的历史,拿到更好的成绩。 如此一来,下个赛季,朱婷也可以继续以赛带练,通过刘洋提升自己的实力,争取更好的回归中国女排,帮助球队在奥运会拿到更好的成绩。 在这里要恭喜蔡冰,恭喜中国女排,尽管暂时还等不到朱婷的回归,但是看到朱婷传来喜讯,大家都会心底里面为她感到开心,对于中国女排接下来的作战也是非常大的利好。 当然对于有些不明白情况的球迷来说,可能会觉得朱婷这段时间都没有回归中国女排,下个赛季却要继续去意大利打球,这样的做法似乎是有些不妥。 实际上,朱婷在国外打比赛,一方面是赚钱用于支付康复的费用,另外一方面,在比赛的同时,朱婷也可以接受治疗修复伤病,继续养伤。 可以说,朱婷现在所做的各种努力,不管是在国内检查还是在国外留养,最终都是为了更好的回归中国女排。 相信蔡冰为首的教练组也懂得这一点,所以她一直没有催促朱婷。 对于球迷来说,应该像教练组一样理解朱婷,站在她的身后等待她最终王者归来。 总的来说,从目前一系列的动态来看,朱婷的身体状态已经越来越好。 尽管外界对她还有误解,但是朱婷一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知道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什么程度。 到时候,该回归肯定就会回归,相信她会给球迷一个惊喜。 作为球迷,只要耐心等待就可以,其他都交给时间吧。 期待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重回巅峰,再夺金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